3月20日晚,美国华商协会在工业市为沃泰华市市议员候选人卢本·瓦伦西亚召开竞选出关晚宴 当晚,包括美中企业家商务会长王龙彪在内的多位洛杉矶本地华人商界代表与南加地区多位警长齐纪一堂为瓦伦西亚参选打气 瓦伦西亚在晚会发言中表示,他感谢华人商界能够如此支持他的选举工作 如果当选,他将进一步与华人社区保持紧密联系,为当地华人服务 沃泰华市市议员候选人瓦伦西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了自己本次竞选的主要优势 为何我能够在奥陀佛市市区的利益是这个 我们需要不仅仅度,但我们需要創作性 我们需要能够外出和商业商业 我们需要与他们与他们与努力,我们需要与他们与他们与努力 我们的区域是准备的,而我会去外出和商业商业 确实我们在帮助他们,在推荐他们的商业商业 因为当天到一个结果,是贷款和贷款的利益 让整个市场走动 卢本·瓦伦西亚现任罗兰基工业市警察局副刑长 去年12月,他成功地对一名抑郁跳桥自杀的女士实施了解救 他的英雄事迹得到了罗兰基当地媒体的广泛报道 本台记者Larry,工业市报道 本台记者Larry,工业市报道